好 再來呢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蘋果的經銷商得一 今天在台大門市是舉辦了 限量的快閃特賣會 到底有多便宜呢 跟你說真的是非常便宜 因為iPhone是下沙一折起 所以呢 吸引了非常多的果粉 真的很早就去排隊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人潮啊 其實這個活動是12點 中午12點才開始 但是早上的時候就已經大排長龍囉 而且昨天晚上還有人就去夜排 非常冷耶 這幾天很冷 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冷了 沒有想到他還是不畏寒風呢 就是希望可以搶到便宜 這次特賣會的福利包括了 iPhone X 64G 下沙一折 售價是不到4000元 所以讓所有的果粉想要錢來搶便宜 而iPhone 14系列128G也只要4折 除此之外其他的商品 大概是2到5折不等 至於排第一的果粉 甚至從昨天早上就開始來排隊了 也因為折扣力度很大 所以他才決定要來排隊搶優惠 德宜數位表示 凡是購買Apple Watch系列的話 可享4折起的優惠 另外像是Boss Marshall等音響 也有5折起的優惠 相信不少民眾都有很大的感受 那就是寒流來襲 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幾乎全台灣都是連日低溫成了冻番薯 但是也有一些災情傳出 就是在21日起到今天上午8點為止 在雙北就已經有15個人 是沒有了呼吸心跳送醫 其中有9人死亡 另外還有一名是明顯死亡未送醫 另外在高雄截至今天上午8點 有10人因為心臟揍停而送醫急救 不過原因是否和天氣變冷有關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寒流來襲全台冷嗖嗖 連山區都降雪 今天清晨寒流強度更達到最高峰 今明兩天是最冷的時候 民眾更要多加注意保暖及身體狀況 自昨日起到今天8點為止 雙北地區加起來 就有15人失去呼吸心跳 台北市今天凌晨至早上8點 一人非創傷Oka送醫 一人則明顯死亡未送醫 而新北昨日就有11人 5呼吸心跳送醫 其中7人仍回天乏術 今天凌晨至早上8點 也有3人失去呼吸心跳送醫 只有一人被救回 位於南部的高雄市 昨日至今早8點 也有10人非創傷Oka送醫 年齡為42至85歲 不過以上送醫案例是否 為天氣寒冷造成人無法確認 各地消防局也提醒民眾要注意保暖 並注意居家環境通風 以及電刃產品的使用安全 避免發生憾事 寒流來襲雖然很冷 不過其實也滿多人期待說 會不會下雪 我們可不可以看到雪 對 也很多人期盼說我可以去追雪 昨天晚上太平山就下雪了 深夜的時候天空飄下白雪 到今天清晨左右大概積雪有一公分 而且樹木都成了銀白色 整片的夢幻銀白世界 也信許多遊客前往光學 學生們丟雪球打雪仗 汽車引擎蓋上激了一層厚厚的雪 每棵樹的枝頭上也都布滿了雪 整個木栈道也都染上一層白 變成銀白世界 連貓頭鷹石雕也從黑色變成白色 雪滲入磕痕裡面 就像貓頭鷹長了白色羽毛一樣 你沒看錯想要賞雪玩雪 不用跑到高尾度國家 到太平山就可以看到 因為這幾天寒流來襲 整個台灣變成冬番薯 不僅冷冷冷冷到不行 濕度還很高 大家都在期待 這麼冷的天氣 山區有沒有機會能看到壯麗的雪景呢 宜蘭太平山也不負眾望 21日深夜真的降雪啦 時間來到21日晚上11點28分 氣溫只有零下6度 天空下起白雪啦 許多遊客收到這個消息 今天一早就趕快開車排隊上山啦 還有人不為風雪直接起車上山呢 經過一個晚上 太平山真的激了一層紅厚的雪 天空還不時降下冰珠 遊客簡直嗨翻 有學生一大早就過來 捏了一堆雪球來打雪仗 還直接堆起小小雪人 實在是相當熱血 在冬至這天 大自然給太平山這麼美的雪景 讓遊客都相當驚喜 那麼寒流來襲 在台灣的最高峰 玉山也在今天清晨下起了霧松 是相當的漂亮 氣象鼠透露 玉山今天清晨6點57分 測得溫度為零下5.7度 從中央氣象鼠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 樹木之頭也截起了冰珠 氣象鼠觀測站的儀器更像是披上一層白色的糖霜 相當的浪漫 接著另外再看到的就是雪山的部分 昨天出現了冰線的雪山主風 在今天也已經有了下雪的情況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 有山友在今天早上7點左右的時候 在雪山的東風拍攝了雪山主風 也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我們在看到山頭上面 其實有一點點白白的對不對 那就是已經有下雪的現象了 可是可能是因為水氣不充足 所以下雪的情況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哇 可以看到 其實就算這樣一點點點點 還是覺得是蠻漂亮的 超美 因為其實在台灣 其實很難看到這樣子的景象 沒錯 我沒有在台灣追過雪 對 我也沒有追過 之前在2016年的時候 霸王級寒流的時候 那時候就連平地都很有機會 可以看到下雪的情況 是在台北的山區 陽明山也下雪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一年的霸王級寒流 對 有沒有人那時候有看到雪的呢 歡迎留言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今天凌晨呢 寒流是達到最強 平地最低溫是出現在桃園的陽眉 只有6.7度 那台北的氣象站也跌破10度 不過從今天白天開始 寒流會減弱 但是水氣會增多 所以明天呢 全台都有機會會下雨 而且啊 下一波的冷空氣呢 周日就會報導 到時候呢 又會再降溫一波 那我們就來聽聽 中央氣象署的詳細說明 今天最低溫出現的地方呢 是在馬祖的3.8度 那在金門呢 也只有6.4度的氣溫 而至於在本島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低溫是出現在 桃園的陽眉這一帶 那其實我們從低溫的分布 就可以看到有藍色的 都是在10度以下氣溫的情形 而比較偏向深藍色呢 是偏向8度左右的氣溫 所以說這樣子的低溫分布 其實從台南以北到宜蘭花蓮 都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氣溫發生 尤其是在台中以北 一直到基隆北海岸這一帶 是尤其比較偏低的情形 明天清晨我們所預估呢 各地的低溫上面 在北部宜蘭花蓮 都還是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氣溫 尤其在金門跟馬祖 大概就在6到8度左右 所以說氣象鼠呢 今天還是持續會發佈低溫的特報 要提醒大家在今夜明晨這段期間 我們在北部宜蘭花蓮的局部地區 以及金門馬祖 可能都還是有這種低於10度 或是6度左右的氣溫 那我們可以看到未來一周呢 其實除了這波寒流之外 緊接著下一波的大陸冷氣團呢 預計在禮拜天的時候南下 那到禮拜一的這一天 還是會影響我們 雖然這波的降溫 沒有像前一波的寒流這麼的明顯 但是可以看到整體呢 以北台灣這個紅色的曲線 溫度的起伏是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 周六周日的氣溫是 略微的回升一些些 但是受到下一波的冷氣團 影響最明年的時期 在2425的這個晚間 到26號的清晨左右 都是比較偏低的時期 所以說呢 介石的氣溫在北台灣 也大約會降到12到14度左右